尤其中早前社区发展 每一年尊对小企业社区三页行销价位 并感邮政的社区 南岛管政府社务处 都会基盤博力辅助团 价位座丹会议 这次来到保理顶 立北社区进行工室 他会专业的高兽 主称的社区将部 组成并感委员指导以及建议 提醒社区的三页 以及行销发展 今年保理顶社区三页行销价位 游両城社区率领50家 南岘、土米、北北顶四的社区 办理历史万华农村提检记录 行销在第三页提醒社区的收入 我们今年的培力辅导团 总共有邀请四位老师 来担任我们的委员 分别有两位学术界的老师 然后跟实务界的理事长 那共同来担任我们 这次培力辅导团的委员 那主要就是要针对 就是我们社区发展工作评件 获得夹等的社区 然后我们在思考说 要如何就是透过培力辅导的方式 那辅导让他们曾经能够 进一步提升到优等的部分 为了要提醒社区三页发展 保理政党也记得透过社区贝勒的辅导 大家互相交流经验 改善夹点 很多很多社区的亮点 的创意 也需要透过大家的分享 来让我们社区有新的动力 和新的方向 可以透过我们社区的 培育计划来分享给大家 让每一个社区 可以找自己的社区里面 新的亮点 新的产业 来新销 今天在与会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些 就是在发展社区 在发展产业行销计划的一些困境 譬如说志工 志工能力的招募不足 或者是产品的设计部分 那我们也是透过就是这个计划 然后也有邀请就是我们的辅导老师 让他们在就是产品的设计上面更精进 那比如说他们也有就是 获得一些直播的技巧 透过专业九州经验豐富的社区 理事长造成的评价委员的 制作与建议 希望提升保理店的社区三业发展 普里镇呢 比起兰头县的其他各项镇来讲 应该是游客景点 算是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未来在有关 比如说农业体验的 这个轻旅行的这个部分里面呢 我们也如果能够利用这个优势 那我们建立几个 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套装行程 不管是文化 生态 社会服务各方面 其实在普里这方面呢 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展现 小区可以在精进的地方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在 志工的培训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一日 这个实际上的一个实地探查 让我们的志工 导覽结束员 较了解说 我们这边外公 要办理的时候 到这里要买什么动线 要注意什么东西 再来我们拍照的景点 网美的景点 那可以让我们的游客 去感受到我们的 这个服务的一个热忱 社区三业发展 需要经验的旅客 并且透过社区 背着乎多 改善观点 让未来社区发展的成绩 越来越好 继续欢迎插风报导